各位好,我是瑞娜社科技執行長Thomas 今天特別介紹一款很獨特的Service Pro 8 Pro 9專用藍牙鍵盤 這個鍵盤主要是設計帶有專為觸控筆所支持的觸控筆筆槽 也是台灣唯一可以支持觸控筆筆槽的台灣品牌鍵盤 就不用再擔心高昂的配件的價格 微軟原廠為了解決觸控筆容易掉落的問題 所以特別設計了有兩種不同的鍵盤 其中一種鍵盤是不能攜帶觸控筆的 我手上這一款是可以攜帶觸控筆的 上面可以適合的可以裝的是Slimpan 2 這款鍵盤目前是可以用在Pro X、Pro 8跟Pro 9 瑞娜社也為了解決這樣的一個難以攜帶觸控筆的問題 所以特別也設計了一款獨立的鍵盤 這樣的一個藍牙鍵盤可以用在了Pro 8、Pro 9、Pro X 瑞娜社K8鍵盤擁有獨家專利的隱藏式充電孔 這一點的設計跟蘋果巧弓鍵盤是一樣的 充電線從這邊接入之後 使用者不會覺得手卡卡的 而且跟舊式的設計比最大的差異是 所有舊式設計都是把充電孔放在側邊 放在側邊的缺點是使用的時候手容易被卡住 而且可以從外觀上看到 如果我們使用隱藏式充電孔的話 這個所有的周邊的部分都沒有破孔 目前微軟原廠的鍵盤是不具備藍牙功能 所以它的使用方式比較標準的用法就是 當它吸附在Pro 8、Pro 9上面之後呢 它只能夠這樣正面的使用 它是沒辦法做分離使用 也就是說當它拆開之後 它是沒辦法做使用的 那我們的瑞納色鍵盤設計的是帶藍牙的 所以它的一個優點是 當它合在一起使用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距離有點近不太好用 那你可以把它拆開來 把你這一台平板放得遠一點 然後把鍵盤的部分呢 放得比較靠近你這一邊來做使用 這個功能是目前不帶藍牙鍵盤不能做到的 瑞納色的表布材料 是屬於可以高度防污而且耐用的材料 那有一些舊的比較便宜的設計呢 用的材料不但沒辦法防污 而且它的周邊的部分呢 還會有軟軟的觸鬚的感覺 這種材料你們千萬不要使用 因為久了之後會破裂 K8鍵盤跟微軟原廠Pro鍵盤相同的版面配置 所以完全不需要修改打字的習慣 鍵盤自動自會關機的功能 使用者在不用了之後 靜置10到15分鐘就會自動關機 那如果要使它開機的話也很簡單 只要按任意鍵就可以換 為了幫使用者提供更堅固的保護的功能 所以呢特別加固了它的表面材質 不像一般舊的普通鍵盤 它很容易做彎折 那這一點呢跟原廠鍵盤一樣都是相對比較堅硬 可以提供使用者更多的保護 現在採用的是標準美式鍵盤配置 可是如果使用者覺得打字的時候習慣要有注音的話呢 我們有附上注音鍵盤貼可以搭配使用 說了這麼多K8鍵盤的優點 綜合起來來看就是隱藏式的充電孔 無破孔的周邊 包含了藍牙的功能 包含了高級房屋的表布 還有最重要的可以收納觸控筆的筆槽 這個是市面上最高CP值的Service Pro 8 Pro 9的鍵盤